全國拜登總統聲稱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成為過去 拜登總統表示他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已經過去 但承認這個導致超過100萬美國人喪生的病毒 仍然是一個問題 他在接受星期日播出的CBS電視台時事節目 60分鐘訪問時 作出新冠肺炎已經成為過去的新術 美國政府依然將新冠肺炎列為公共衛生緊急事故 而世界衛生組織 繼續將疫情納入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上週在記者會道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在望 他表示上週的全球新冠死亡人數 是自2020年3月以來最低 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接近完結最有利的位置 聯邦疾控中心CDC 上個月調整新冠指引 認為全國應該撤銷與隔離和社交距離等限制措施 改為集中減少嚴重病症 不過疾控中心提醒某些族群 包括長者、免疫力低 以及長期病患者等患重症的機會會比較高 需要更小心預防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 John Hopkins大學數據顯示 全國每天新增的個案大約是65,000宗 差不多每個州的數字都在下降 而每天美國大約有400人 因為新冠肺炎死亡 雖然官方的感染數字是低過實際的傳染個案 但疾控中心表示 入院留醫和死亡個案在下個月將會繼續穩定 上週疾控中心發表的報告指出 新冠肺炎入院治療而死亡的病患 死亡風險是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以來的最低 研究人員覺得死亡率下跌的原因包括 接種疫苗和曾經感染導致免疫的情況增加 治療的水平有所提升 Omicron變種病毒惡毒程度相對較低等 天下惠事記者編輯報導